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总有一天会归于死亡 死亡是神秘的 活着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眼睛去看 用耳朵去听,用鼻子去闻 感知到这个世界的一花一草,一目一时 那死了呢? 人在死的那一刻会有什么体验? 会看到什么? 会不会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人在临死前会看到什么? 电视剧里经常会有这样的桥段 临终之人望着某一处,喃喃自语 我看见了,她来接我了 童话故事书 卖火柴的小女孩中的小女孩 在被冻死的最后一刻 也在火光中看到奶奶来接她了 这似乎说明人在临终的那一刻 都会看到已故的亲人 但实际上,人临死前所看到的 远远不止这些 比利时科学家曾做过一份 关于冰死体验的研究报告 所谓冰死 简单地说,就是人在鬼门关里 走了一遭又回来 在这片刻的生命静止期间 他们往往会经历一番奇妙的体验 这个体验和人们临终心理一样 是人类走向死亡时的精神活动 研究人员通过对154名 曾与死亡擦肩而过的人的研究 归纳出了人类临死前 经历的一些特点 在这154名人中 有60%的人在冰死时 看见了明亮的强光 64%的人遇见其他的灵魂或人 有5%的人遇见人生跑马灯 和4%的人遇见了未来 在感觉方面 有35%的研究对象 能感到自身灵魂出窍 以及36%的研究对象 能感觉灵魂重回肉体 在中国也有关于冰死体验的研究 天津市安定医院院长冯志颖教授 1987年和同事刘建勋教授 随机找了唐山大地镇100位幸存者 进行冰死体验调查 收回有效调查数据81例 这些幸存者中 50%以上的人 冰死时在对生活历程进行回顾 生活情节如电影般 一幕幕在脑海中飞驰而过 接近50%的人 产生意识从自身分离出去的感受 觉得自身形象脱离了自己的躯体 游离到空中 自己的身体分为两个 一个躺在床上 那只是空壳 而另一个是自己的身形 它比空气还轻 晃晃悠悠飘在空中 感到无比舒适 约三分之一的人 有自身正在通过坑道 或隧道样空间的奇特感受 有时还伴有一些奇怪的嘈杂声 和被牵拉或被挤压的感觉 还有约四分之一的人 体验到他们遇见 非真实存在的人或灵魂现象 这种非真实存在的人 多为过世的亲人 或者是在世的熟人等 貌似同他们团聚 约四分之一的人称 当时身体好像已经不属于自己 身体的各个部位散落在空间里 接着好像沉在万丈深渊里 四周一片黑暗 感觉光明即将来临 为什么会有这些体验 一种解释是 人在快要死的时候 大脑会分泌出过量的化学物质 如多巴胺 甲肾上腺上腺素等 各部位会变得更加兴奋 从而产生大量的幻觉 还有一种解释是 涅液在冰死体验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大脑的这个区域负责处理感觉信息和记忆 这些脑液的异常活动会产生奇怪的感觉和知觉 总结下来可以理解为 这是大脑最后的垂死挣扎 仿佛在拼命地提醒你 要活下去 当然 冰死体验也只是一项针对活着的人的研究 至于真正死亡时 人会有什么体验 看到什么 我们无从得知 毕竟人死不能说话 无法叙述自己的感受 人死的时候会知道自己死了吗 此前英国太阳报曾报道 当一个人死亡时 即使心脏停跳 大脑仍然是清醒的状态 能清楚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 甚至听到医生宣告自己的死亡 也就是说 在刚死的时候 我们是知道自己已经死亡了 细思极恐啊 想一下 明明能够听到身边的人 对你的呼喊和不舍 你却无法做出回应 这种感觉有多痛苦 不过这个报道所研究的对象 也只是有冰死体验的幸存者 确切来说是有过心脏骤停的经历 并且被成功抢救回来的病人 研究者采访了140位有这样经历的病人 其中有55个人表示 他们在心脏骤停时 仍然有可以感知的意识或记忆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研究对象 其实还是活人 虽然他们的心跳暂时停止了 但这与真正的死亡状态还不等同 所以至于真正的死亡 人会不会有意识 也无从得知 其实对于死亡 大家最直观的体验 大概就是将要去世的亲人 出现回光返照了 好像整个人突然变得精神了 变像好了一样 饭量突然变大了 想吃东西了 眼睛有光 脸色跟正常人一样 这些表现看起来像是在喉转 但往往持续不了多久 病人就会去世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回光返照是怎么回事 回光返照 其实是病人临终前 动员全身所有力量 所做的垂死挣扎 迸发出生命最后的火花 就如蜡烛或即将燃尽的油灯 在熄灭之前 往往会迸发出一道短暂的强光一样 这种现象的出现 是由于人体在病入膏肓时 各器官系统功能相继衰竭 处于危机状态的器官 会向大脑发出求救信号 作为人体司令部的大脑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 会孤注一掷 通过传出神经 命令肾上腺 分泌更多的激素 此外 人体细胞内 还有一种称为ADP的物质 能储存和供应能量 当人体瀕临死亡时 ATP便迅速转化为ADP 同时释放出巨大能量 供给各器官 在这种强大动力的作用下 人体会突然表现出非凡的活力 如神智突然清醒 会说话 食欲增强等 这些身体里的激素 细胞物质 在人临终前 在为挽救生命 进行着最后的努力 直到消耗殆尽 生命也就终结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